早安 我們現在在SLOPE CAFE這邊集合 那我們今天參加了要約的約騎活動 那我們要去騎平津街 平津街是我們剛開始騎腳踏車的時候 有去過一次 然後後來就都沒有再去了 這次因為要約約騎 我們來跟他們一起騎 然後順便去看還有沒有櫻花 久違的單車影片 對 早安去報到啊 報到有早餐喔 我們之前參加了幾次的要約約騎 對不對 還蠻有趣的 阿葉 嗨 你看人家的新車 走帥氣 然後他們的約騎 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路線都規劃的不錯 對 中等 不會太久 而且重點是 他們都不會約得太早 讓我騎不來的時間 然後還有他們的路線都平易近人 都有早餐吃 對 他們要準備出發了 那我們這次呢 就是會跟他們一起騎到平行街 然後去看一下我們聽話 然後下來之後呢 我們會去威樂的騎演點去逛一下 看一下那邊有賣什麼 然後因為他們今天好像有一個新車的發表 喔 我以為你要說好像有抽獎 喔 對 每次都有抽獎 不錯 這跟你們的看 你跟女生的 那你們呢 放在手上 然後我們冒名有這個 手環 好 收起來 走吧 欸 Irene耶 嗨 好久不見的朋友 智山路這邊其實就是緩坡了 所以 所以要騎到峰會寺的入口呢 或者是 冷水坑的入口啊 都是需要經過這個緩坡 這裡是個暖身的地方 這個是暖身 這個是暖身的地方 可是這個 我們已經等不及了 對 什麼 對 如果是一段這個 wealthy人 哈哈 沒有 大家一起騎車真的很可愛耶 很有趣 你有覺得嗎 有啊 很可愛 我們這一次呢 騎這條平靜街 它的坡路大概是五到十字街 然後他再上去就是冷水坑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上到冷水坑 就是會經過平靜街到冷水課 所以我覺得 稍微 平靜街比較輕鬆一些 所以呢要帶車友來就先去冷水課 他們就會說平靜街好簡單喔 是吧 是 可是呢 如果你帶女車友第一次就來冷水課 他們就會罵你 這麼難我下次不騎車 所以應該要先去平靜街 先去中山 好先去平靜街在有櫻花的時候 拍拍照 就好了 先去中山啊 不錯啊 我覺得中山是這一段 這一區最入門的路線 對 中山、健安路 通貴嘴就比較難 通貴嘴跟平靜街 差不多 哇但這條車比較多齁 對啊 而且比較多抖的路線 對啊 中山比較少車啦 這邊應該是一個維靜街 對 這一區最入門的路線 那我這邊有個平靜街 送到這裡 喝個水,然後還可以上廁所 對,這裡有一個廁所 然後其實這邊,春天的時候 其實這邊也都是會開櫻花的 剛剛路上也是有一些櫻花還在開著 走,上去吧,大家都上去 我覺得他們,因為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就會有一個人 在隊伍的最後面 然後確保大家都是安全的抵達終點 這樣,對,就蠻好的 在旗上來這邊,比較緩一點這邊 它這裡就有一些餐廳 然後這裡有在賣薑茶 我們上次有來過 有些下午茶店,然後有些重餐廳 對,前面警察局那邊 有一條巷子彎進去 就是大家都會在那邊拍照 好,那我們現在到平等國小了 這裡呢,就是陽晶3P的 最痛苦的路段之一 對不對? 是 那平等國小的這邊有一個壁畫牆 就很多人來到這邊,他們就會在這邊拍照 武松打虎啊 哦,武松打虎啊,對不對 對 然後那邊還有一個椅子啊 可以跟椅子拍照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對,你現在看到前面這區 綠色的這一區 對 就是這一 你看那個圍牆啊 就是現在大家流行把腳踏車掛在那裡 對 那邊有一個拍照 這裡都是櫻花 對 你看到的都是櫻花 那這片圍牆呢 就是大家都會在這邊拍櫻花的那個拍照 然後它前面有一個可以駕腳踏車的 對 好 這個上面都是櫻花 對 可是現在已經是綠葉了 我們騎了45分鐘 然後騎了7公里 嗯 今天好天氣大家都跑出來騎車了 對 然後在過年這個左右的這段期間呢 在這邊很多人就是會來這邊看櫻花 對 就不只騎車來的,爬山來的 或者是原先會開車來這樣子 對 你看大家都找那個掛車的地方 在那邊啦 前面那邊啦 是 在前面那邊啦 然後幫大家更新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麼久沒有拍腳踏車系列的影片 其實就是因為我前陣子呢 因為公司的原因 然後 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之前我們有拍 然後我們就終止了一些我們的計畫 一些活動 對 可是我們還是有騎啦 對我們還是有騎車 然後 只是我們 花了一些其他的時間去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還有在騎車 只是沒有拍成影片 然後接下來 我們會搬到歐洲去住 然後也會拍一些歐洲的一些單車路線啊 或者是景點跟旅遊的 對 我們會嘗試一些新的挑戰 對 那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搬到歐洲去住 那我們在2月24號的時候有個約期 想說在我們出發去歐洲之前呢 想跟大家一起騎車 然後聊聊天 然後碰一下面 這樣子 對 那詳細的路線也可以到我的IG跟粉絲頁去看喔 好 那我們去集合 走 往裡面 往裡面 好那我們剛從平靜街下貨之後呢 我的車友們還有阿丹 他們覺得騎不夠 那我們就再加碼中舍路這一條 那這一條呢 就是對新手也是很友善的一條爬坡的路線 但是我每次起來是喘 走走走 所以中舍路這一條呢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住宅區 坡數都不會到抬斗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騎到中舍 它這裡有一個鏡頭 就停在這裡 然後它這裡是一個公車的回轉道 公車來了走 公車路在這裡回轉 走吧 好那騎完車結束之後呢 都會來到他們這個Wheeler的旗艦店 陽光街這邊 你看現在車友的車子都停在這邊 好我們現在進去吧 走走走 有收到我了嗎 要約的約定 最重要的就是有這個抽獎 抽我抽我抽我 沒了 是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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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二三 上網沒時間看 上網沒看 下網 等一下一看這個 是個地圖嗎 好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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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主 他一開始進來這裡 就是有一些人生物品啊 像安全帽啊 鞋子啊 然後衣服 車衣車褲 然後鞋子呢 他們有賣像是 Quark的 跟Limbo的都有 現在討論度蠻高的兩款鞋子 這邊都有 對 然後他們代理了很多的單車品牌 也都有在這邊賣 然後他的人生物品啊 除了剛才那些車鞋安全帽之外 他這邊還有代理這個VB牌子 車衣啊 車褲啊 都有 還有這種抽選也有 如果說喜歡玩bike packing的話呢 這邊也都有 然後他這個很特別的是 你看這鞋子 看起來就很好的樣子 他這都是做硬底的 那也是可以拿來 休閒騎腳踏車的時候穿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的這個 這個牌子就是 The Service Cruise 這是就是在西班牙一個 叫做Genova的地方 那邊代理過來的一個牌子 其實我們最羨慕的就是 很多車友來到這邊呢 來約騎了幾次之後呢 就湊齊了全套的裝備 對 然後剛剛抽獎的時候 好想要抽到我喔 然後他們就抽到了整套都是耶 那他就是抽到整套 今天又抽到背心 我真的是 別多騎幾次 對我每一次都是 我前面跟後面都有抽到 那都沒有到我 對 他是下一個人就到我了 超一定的到我耶 好可惜 沒事下次再來 然後那邊就是展示 他們現在主要的 Winner的單車 那邊的單車呢 他們除了公路車之外呢 他還有出Grovo啊 然後或者是電斧車也都有 上次有看到一台電斧車 做的也是很漂亮 帥 像登山車的話 這邊也是都有 這登山車在我們之前 去紐西蘭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人 他們就真的是騎了登山車 然後就很自由的 在路上 可以享受到那種 真的是自由的騎腳踏車的那種感覺 很不一樣 你在那種多顛破的路上 這樣拍拍拍拍拍 就可以這樣一起很好玩 對 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然後輝的他這個品牌呢 就是主要就是要約代的 然後他是一個 義大利的歷史很久遠的一個品牌 所以他坐著車子的工法也是很精壽 外這邊呢 因為他們最近跟Vision有合作 所以他這邊展示了很多款的Vision的輪組 Vision最近有出非常多種很不錯的輪組 像是我們最近在用的SL45 那除了輪組之外呢 他們有出這種公路魚大盤 這種大盤 那像是一體把這邊也都有 那我們今年呢 就期待這一位 可以騎著我們的Vision 加上Vision 看能不能拿上他這一次的冠軍 Vilante SLR的話 他是VILLEAR他的頂級旗艦款的 空力車 先不看服裝 車架來說的話 他看起來可以容納比較大的寬胎 但其實他只是為了 那個讓空氣比較好流風 所以他的前叉跟後叉都做比較開 他這個的服裝呢 他是有三個顏色的主材 剛好就是白色、藍色、紅色 就是法國的國旗 那MTJ這支車隊他比較特殊 就是他比較少從別的隊去挖角 很多很大咖的厲害 他是純正的法國車隊 所以就會變成說 很多都是他自己農場培養出來的人 所以法國人也都很為這支車隊驕傲 可能可以有一些值得期待的 新的什麼東西會發生 對我們期待 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也是這幾年看到VILLEAR車 在台灣的能見度越來越高 因為其實一級車款 他數來數去就是那些 第一個是VILLEAR他是 義大利算是第二歷史 也會覺得有可能開支 所以他也是超過一百年 他在這一百年之後 就是也有做精進 但也有保持他的一些傳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車架其實很簡約 但是其實他還是有融合很多很精密的位置在裡面 雖然是空力車但他很輕 他是做超級輕量化的 據起伸者來說 重心就是比較低 所以在下部的時候就非常的穩 然後又從車的時候就很快 反應速度很快 我問一下喔 所以這樣子一台 他大概會到多重 我直接說我們同市6.7 我們同市的Gamage 6.7 他也是同樣的同樣的車型 而且他是M號的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然後要約的約起我覺得真的蠻好的 他這裡的電影都是很舒適的 然後每一次的路線啊 他都會有領騎的人 跟有人押後這樣子 我覺得他這樣子 就不會怕大家找不到路啊 或者是中間有危險啊 遇到什麼狀況這樣子 然後安排的路線呢 也都算是適合大家都一起可以來騎的這種路線 不會太硬 也不會好像沒有騎到的感覺 對 然後騎完啊就會在店裡 還有早餐可以吃 然後還有獎可以抽 我覺得超棒的 好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這支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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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支影片 真的嗎 現在 IN THE END 晉升 我們會睡覺 真的嗎 我也 gespannt